斗罗大陆256集的预告更新了,在这一集的预告中,唐三终于完成了海神第八考,凑齐了全部的魂环和魂骨,其中深海魔精王百万年的躯干魂骨更是让唐三如虎添翼。 然而,唐三在来到海神岛之后,却发现七圣柱斗罗都非常悲伤,尤其是海龙斗罗,粗犷的脸部也隐藏着难言之隐。 唐三询问后,海龙斗罗并未说实话,仅表示有些怅然,实际上,却是因为波赛西。 七圣柱斗罗和波赛西一起在海神岛生活了那么多年,情感深厚。 可是,波赛西很快就要完成自己的使命,也就是献祭。 对七圣柱斗罗而言,波赛西献祭无疑是难以接受的事情,他们也是在近期才得知此事。 当唐三前往海神殿见到波赛西之时,他也吃了一大惊。 唐三万万没想到,波赛西竟然沧桑了这么多,原本光鲜亮丽的爵士美人,现在却迟暮了。 而且,声音也变得嘶哑。 结合预告给出的镜头来看,现在的波赛西将头发盘成了马尾辫,更是给人一种老太隆忠的感觉。 是什么导致波赛西经历了这么大的变化? 原因就在于唐晨的离世,这给波赛西带来了巨大的伤痛,一夜间美人迟暮。 唐三看到波赛西的面容后,也是大惊失色。 可是,波赛西现在已经完全不在意自己的容貌了,最爱的人都已经离去,他留着美貌,还有什么用呢? 唐晨的离世对波赛西的影响着实太大,以前他还不愿献祭,可是现在他巴布的快点献祭,献祭对他反而是一种解脱。 唐三来到海神殿后,波赛西也会向唐三解释唐晨去世的原因,同时还会将唐晨的意愿带给唐三。 唐晨在离世前,将全部的魂力都注入到修罗剑中,给唐三带来了新的选择。 唐三可以选择继承海神之位,也可以选择继承修罗神神位,波赛西表示尊重唐三的选择。 最终唐三还是选择继承海神之位,毕竟他这些年的进步都是海神带给他的,人不能忘本。 然而,对于波赛西献祭,唐三也是很难接受的,毕竟波赛西前辈对他很好,他也不愿意让波赛西为了自己白白送了性命。 可是,这就是波赛西的使命,更何况波赛西在献祭后,就能和唐晨一起前往另一个世界过幸福的鸳鸯日子,因为海神已经将唐晨的魂魄变成了不死神魂。 对此,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?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,谢谢!